一大串鱿鱼须才十几块钱 你吃的是真鱿鱼吗 即使一整只鱿鱼30左右也能轻松拿下 鱿鱼为什么这么便宜呢 看看海钓船的操作 你就明白了 鱿鱼又被称为枪屋贼 喜欢拉帮结派在20米左右的前海去游荡 虽然名字里面有个鱼 但鱿鱼并不是鱼 而是生活在海洋里面的软体动物 这群家伙以鳞虾杀鱼等为食 性情凶猛 经常藏身于水底礁石 然后向小鱼小虾发起突然的攻击 当然鱿鱼的肉多又无刺 同样也是许多凶猛鱼类的食物 这种夹杂在食物链中间的日子 让它们养成了喜欢在障碍物的遮蔽下 进食和躲避天地的习惯 鱿鱼和其他的海鱼还有一点很大的区别 它们喜欢抱着食物进食 因此诞生了一种特殊的甲尔木虾 在了解完这些基本知识后 就可以去寻找合适的吊点 一般来说 海边和岸边都是不错的选择 当然如果乘船大面积的搜索鱿鱼 还会拥有更多能够挑选的吊点 至于具体怎么钓 下集我们接着说 你见过比你男朋友还大的鱿鱼吗 一刀下去颜色立马变白 海上捕捞鱿鱿鱼 简直不要太刺激 首先我们说干吊式 这就像是在钓鱼一样 我们在船上架设很多的钓杆 每根上面都挂着许多幼儿小钩子 等着鱿鱼上钩 这需要一定的技巧和耐心 就像是谈恋爱一样 让鱿鱼感到被追求的感觉 其次是拉网式 把一张长长的网放入海水当中 然后通过拖转让鱿鱼进入陷阱 这种方式有点像是在打鱼雷一样 让你有种扫雷的感觉 接着就是捕鱼灯式 我们在船舱的下方 吊放一盏亮晶晶的鱼灯 这会吸引鱿鱼靠近我们的船只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们吊上来 这就像是在开party一样 利用美食和美酒来吸引鱿鱼 最后是捕捞干事 调整深度 捕捞鱿鱼 这需要高超的技巧和敏锐的观察力 当鱿鱼被捕获后 船员们会把它们清洗干净 去除外壳和内脏等杂质 然后就是各种处理方式 有些会被冷冻 烟熏或者是腌制 有些船上还会对鱿鱼进行加工和包装 最后将美味的鱿鱼运往世界各地 不过要是有人请你吃这种鱿鱼 千万不要动筷子 如果有人请你吃这种鱿鱼 一定要毫不犹豫地拒绝 对于鱿鱼最大的误会 除了它是鱼之外 还有一句 一口鱿鱼40口红烧肉的夸张谣言 虽然鱿鱼中胆固醇的含量 确实是要高于肥肉 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的数据显示 每100克鱿鱼干 胆固醇的含量约为871毫克 而鲜鱼鱼的胆固醇的含量 也在233毫克 相比于猪肉的109毫克 鱿鱼确实要高速很多 但远没有到40口这么夸张 再加上鱿鱼的脂肪含量低 鲜鱼大约是1% 鱿鱼干只有5% 相比于肥肉高达88.6% 简直是小屋见大屋 再加上蛋白质含量丰富 很明显 鱿鱼就是一种比肥肉更营养的食物 减肥人群也可以放心吃 看到这个视频 你最想爱和谁 不过有一种鱿鱼要除外 它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鱿鱼 大王酸姜油 酸姜一词 总让人联想到贵州开胃纯香的酸汤美食 难道这种鱿鱼吃起来是酸的吗 当然不是 之所以是这个名字 是因为它属于酸姜油科 它的体型可以达到12到14米 体重可以达到750公斤 不过吃货们先别着急流口水 科学家早就对这个家伙能不能吃 做了相关的实验 但不管是煎炒喷炸 还是煮熬炖溜 依旧不能改变其怪异的味道 不仅肉质差处理难 还让品尝的人感到恐惧 即使是处理成很多人喜爱的鱿鱼圈 无论加多少的酱汁 都会感觉自己在吃橡胶轮胎 而作为深海动物 鱿鱼的血液和组织中含有大量的胺 这是一种难以下眼的味道 若摄入过量会引起身体不适 因为不好吃 所以它们也避免了被吃灭绝的风险 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我 下期视频再见